请各位一样,就是看一下那个第二个范例 第二个范例就下载什么? 下载那个YouTube的这个焦点新闻的什么标题跟网址 那我想这个 Yahoo上面的焦点,这边总共246 OK,六个,然后这边几个 好像每一个 就是246 246,所以总共有 所以总共会有36个连结嘛 然后如果我今天也是一样,我希望把这36个这个标题跟超连结抓下来的话 OK,其实我说要做什么,做那个新闻 比如说每个新闻的网站上面,他们各自的那个标题是什么 然后连结在哪里 比如说以前用人工来,不可能吧,那么多新闻对不对 那如果你希望快速的把这些这个连结抓下来怎么做 其实道理很简单,所以可以套一样的公式 一样,甚至你可以把刚刚的那个 就是 呃 做完的程式拿来做什么,做样板 对吧,然后呢 第一个一样 import request 下载 用get去下载什么 下载它的原始码 OK,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个利用beautifulship这个类别 做什么呢 给它原始码 帮我做parse 就是把我要的东西爬出来 OK,所以其实什么叫做网路爬虫 最重要就是说,爬出你要的特征 那其实网页结构最最基本的就是第一个html 所以我们刚刚抓a,a就是html的标签 那第二个class,class就是css,就是它的样式 所以也是把这两个东西掌握了 其实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啦 OK,其实其他当然还有更难的,不过我觉得掌握这些应该掌握九成以上的网页爬虫应该就没问题啦 剩下就是跑回圈的,反正你可以用file回圈 网路上随便捞,捞到没有为止,可以啊 OK,然后接下来的话就用file file就是什么,找到所有的什么,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吧,找到所有的a 有没有,不是一样,我要找超连结嘛 然后超连结里面有标题,所以执行动画第一个啦 当然第一个执行把这个list先print出来 那我刚刚一样,把它Ctrl-A,C 把它全选之后,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这边来分析,有没有,所以我刚刚有贴上完 那所以这个Nordepay++真的还蛮好用的 如果理论上因为目前免费的 然后又怎么讲,用起来又很顺手的,大概就这个吧 应该其他的话,目前好像还没有比这个更好用的 OK 好,那你第一个我们已经把什么了 把我们要的东西先把它 好像没有选全部 好像太多了,这个网页里面太多东西,可能有被卡掉部分了 不过不管,反正 我们把这些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 接下来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那个网页,第一个拍板 这个 不过卡掉会不会有些东西不见了 Ctrl-F Ctrl-V 切一下,寻找一下 找不到 所以它是不是 东西太多了 所以它 把东西 是不是有些东西 就不见了 所以有时候print 它里面东西太多了 如果太多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我刚刚有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按右键 检查一下 像刚刚YouTube 它会有一些东西把它隐藏起来 那我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办法找到 超连结在这里 然后 我们要的就是get这个ref 这个已经找到超连结 再来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有没有class 有class class名称叫什么? 就这一串 所以,特别是刚刚YouTube上面的class 它给的讯息好像不正确,不过这个我看一下 我把这个点两下 这个class把它复制 其实理论上当然 你还可以分析,因为它这个class名称好几个 中间 会用空白分开,就有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八个名称 至于是不是全部要,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干脆是 把这些全部 把它点两下 复制起来 OK,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把这个class等于什么 放到这个 豆点后面,加一个双套 把这个class贴上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要的 这些类别 我要的类别这些,帮我把它抓出来 不然超连结太多了,把它执行一下 OK,看一下 这类别里面 Ctrl A,C 一样 我习惯还是把它放到这个note配里面 去看一下 然后语言一样用HTML 你会发现,有了 拍板,有没有 这个 就第一个 没错 超连结在这里 所以 理论上 在这里 这个是text 所以理论上 如果用刚刚那一招应该是OK的 所以 我们找到A 豆点后面就是把刚刚的class贴上去 然后抓到的话呢,就是把他的text抓出来 用刚刚的方法 for S 好了 换一个名称 我把这个list 全部的资料 全部一个一个放到S里面去 那我抓到他里面的text 跟他的HREF 他的超连结,看看会不会OK 你会发现 第一个应该是安倍 没错 文字出来 超连结呢 超连结出来了 底下分别就是第2则新闻 第3则 第4则 一类推 就可以很快的把我们要的东西给抓过来 但你想说 是不是说这个有8个名称 是不是每个都需要 其实有时候你们可以试试看 有时候其实 好像 不需要8个啦 因为他们每一个好像都有共通的class名称 叫Story title 所以如果 假设了我要试一下 把那个前面的那个开始名称去掉 好像也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 或者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这每个名称 有没有 都有他 取得不一样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把 比如说某个名称 假设了 比如说我今天用D到B 看看会得到什么资料 这样会不会 因为他不同的类别 会得到不同的东西 他会抓到 可能 就不只是新闻了 他会抓到 其他的资料 为什么 因为这个类别 他还有包含其他的东西 OK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那个新闻标题的话 可能 就是要用那个Story title 所以这个 最后你可以试试看 把那个Story title 剩下 那就得到的话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延续刚刚 我们的那一个题目 那这个做完之后 当然 也可以再延续 第2个 再来的话 第3个 ET the day 假设 我还要去抓其他的 网站 他跳广告 不管他 如果上面不是也有那个Title 也有超连结 那我要怎么抓 抓的方法一不一样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切给各位 所以基本上 刚刚的Youtube跟Yahoo 最关键就是第1个A 超连结 第2个就class 所以 让他习惯就是 去把你要抓到的东西的 最重要的部分先抓到 然后再往下抓 再往下抓 各位可以试试看 不见得一定要抓超连结 你也可以抓别的东西 那别的东西呢 就是别的html 加上别的 这个所有的class 你就可以抓到你要的东西了 就是两个组合嘛 不外乎就是标签 html标签 有些网页不见得有css 那怎么办 那你可能要别的方法 要见招拆招 所以其实网络 从这个 弹性 还有就是说灵活度 恐怕还是要蛮高的 OK 那我们刚刚取这两个 网站的 例子 比较相似 就是超连结 然后 都可以用那个A跟那个 这个html标签就可以把它抓回来 那这边请各位试试看 好